大家订阅了我的频道吗? Hello,大家好,Andy哥 Hello,Kyunです 今天我们就受到番掌group的邀请 就去吃他们三间餐厅 现在来三个风格的店 现在来三间餐厅 家族和恋人也 可以来到很多旅行的人 可以来到这间餐厅 还有影片看到底下 会有Q本的 大家记得看到底下 知道Q本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第一间 出发 现在就去吃第一间餐厅 Yay 这间餐厅主打是吃海鲜 Is every Arugana? Arug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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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龙虾 Arug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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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道具街一路走 你就会看到 其实晚上道具街都有人有店铺开 当然影片简介 也会有地址写在下面 如果大家看完 有兴趣 就记得跟着地址 过来找吃 海鲜山千番掌 哈哈 这只花超好吃 这只花叫车海龙 哇 很多鱼 我们来到这间海鲜系的居住屋 这里你叫的刺身 它是你叫完 它立刻在我们拍到水族馆 立刻拿出来 极度新鲜 刚刚所说的价钱 我觉得不是非常贵 它现在写着 就是新鲜的伊勢龙虾刺身 就是约1万日圆左右 它的鲍鱼小只就是1500日圆左右 但如果说巨型的那些 就要时价 它说是短重量算的 刚刚说的很好吃的车海鲜 是多少钱一只呢 就是680日圆一只 哇 拜拜 这一碟拼盘呢 是神户牛拼盘来的 那些肉超美 刚刚说的呢 车海鲜呢 它们给了两只鵝 还有当然就是生蠔 那这个呢 它是新鲜到可以刺身 和可以烧的 那我就想着一只刺身 一只烧 OMG 这一碟刺身就不得了了 除了平时会看到的鱼山之外 还有龙虾 还有鲍鱼 还有鲍鱼 那现在就是 干杯 干杯 现在呢我想喝少一点啤酒 那因为 它是没有糖分的 只是威士忌和梳打水 希望我可以 入手机啤酒 越来越肥了 先讲一个重点 那就是这个 刺身评伴 到你这一碟干杯 鲍鱼 鲍鱼 那你公子说要吃鲍鱼 那就是 我帮你夹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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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期待 这个 这是鲍鱼 嗯 它不会鲍鱼 它是很爽脆 很鲍鱼 很鲍鱼 真的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鲍鱼 鲍鱼 多了 超大的鲍鱼 龙虾肉 很甜 很鲍鱼 很甜 很甜 这间银鱼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 无论你喝多少三啤 多少鲍鱼 多少威士忌 都是170万日元一杯 是这个分量 我自己觉得 这间银鱼 什么人不来吃 会适合 如果你是一群男生 跟你一群兄弟过来玩的 这里175日元 喝到你暈倒也可以 又可以吃刺餐 又可以烧蚝蚝 又可以烧蚝蚝 12元港元一杯酒 哪里去找 现在我们就来到 第二间银鱼的 楼下门口 它就在南坡站的11号出口 这间银鱼的大厦 就叫James 我会拍摄云口给大家看的 现在就来到第二间餐厅了 首先食物未来前就是 干杯 干杯 这间银鱼 大家可以看到的楼 它是属于 類似BBQ形式的食物的地方 我们首先 肉未来前 再吃一次海鮮 那就是叫了三样 比较厉害的东西 食物 首先有一只 超大的虾 真的超大的 你看看多大 我是180cm高的人 比手更长 超大的 你看看这只蜆多大 是整部高度的大 超大的蜆 刚刚吃完海鲜 我都很期待这只蝦 真的超肥美 我帮它撇虾 我帮它撇虾 你看看这个 真是蝦 超大的 哇 好吃 刚刚吃完海鲜也觉得好吃 哇 哇 这么大手筆 在香港吃这么多 谢谢 谢谢 拜拜 这里这么多 都是14,800元 不是一个人 是全部加盟 14,800元 1000元港元 这么多 这个叫做夏多布里岸牛扒 这个厚切牛扒 然后这个就是上级盐牛扒 之后这三个就是普通我们吃烧肉都会吃到的部分 分别就是五花肉 这个就是牛里脊肉 这个就是牛橫隔肉 然后这三个就是叫做稀小步胃 就是它可能你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 哇 哇 这块牛尼真的超肥厚 我不知道是我烧得好吗 它完全不柴身 它是吃下去 你是吃到很明显的牛肉味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的牛味太重 我自己的口味就是觉得它刚刚好 那这里有个甜品就是他们强推荐的 这里有个煎的番薯 然后这个就是 手作的番薯 那公子就负责吃这个 我就负责吃煎番薯 在这个吃甜品的同事跟大家说一下 刚刚那份牛肉 那么多牛肉 份量是给4-6个人吃的 虽然说是$1000元 4-6人份量的牛肉 但是这间店它跟我强调 它们的牛肉是高级肉 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甜品 在菜单上 你是看不到手作的甜品 它的写法就是 本日推荐甜品 按一下的字眼 日文就是 本日推荐甜品 这个甜品 两件东西的价值是580元 它有点像 手信的那只高甜 它不会说很甜很甜 但是它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蛋糕的味道 我不是一个喜欢吃甜东西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甜度 对于我来说是刚好 如果你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会适合适合多些 超级奶 这个 它这里还有外面 但是外面是吃不到东西 烧不到东西 因为就危险 那你的炭炉 没有理由放在外面 如果你不小心 把地球放进去 那些人会很糟糕的 但是呢 你吃完东西 想出来喝一杯酒 是OK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夜景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 那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间餐厅 就是这个意大利Kossova 西班牙的餐厅 我不认识 应该是El Kanana 这里它是一间西产 当然就是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餐厅 两种的食物都吃一度了 那这里呢 和刚刚两间对比的不同就是 这里是便宜很多的 它一道菜呢 说的是黑毛和牛切片牛扒 都是1500日圆的 一口水港纸是黑毛和牛切片牛扒 它有些A5的steak 那它A5steak也是6000日圆的 那如果6000日圆可以吃到A5的牛扒 是非常之划的 它说这个就是极度推荐红酒炖牛扒 这个其实我都很厚 吃完这么多东西都还厚 你想想它多香的味道 而且它有三块 和一块都很大块 看一看 那也值得吃 因为我看到这个是1280日圆 那就是80-90港元 这个真的值得吃 好吃 我以前吃过红酒炖牛扒 是那些香港的便宜的西餐 真的很便宜的 我说的是 鞋扒也是70元的西餐厅 大家都大概猜到是什么款 我以前吃那些 这些牛扒牛肉吃起来 是一柴柴柴 乾柴柴的 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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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明白我说的 我问它是不是汁 它也说是 而且它真的没有一柴柴 因为我觉得炖牛肉 很容易炖到牛肉干柴柴 但它仍然是非常汁 和柔軟 吃第三个都吃到这样的 就知道真的好吃 哇 这只肥猪脚 这个就是生火腿的拼盘 现在我选择第一块 就是粉红色的版本 看上去也生很多 它有点像烟三文鱼 但是少了鱼味 应该是否烟蜂火腿呢 就是这个 和蔬菜一起吃 昇华一倍 哇 超邪的 哇 这个真是极肥仔 哇 超厉害的 这支芝士 它还要不碎 这支芝士 吃起来不是你平常吃到的芝士 味道是很棒的 是挺特别的芝士 还是不知我吃的芝士少 这个就是我没吃过的芝士 这个是番茄龙虾意粉 其实它不是很贵的 大家看到 不要说 这么大的龙虾 会不会很贵 会不会几块钱 又不会 因为我刚刚看到 这支芝士少许 是1,880日元 即是1,130港元 其实龙虾真的是大 是有肉的 它不是凶吵吵吵的龙虾 是真的有肉的龙虾 这个意粉真是充满期待 试了一口麵才试一下 真棒 天使面 而且它的蒜香味很重 反而它的番茄味不是很浓 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番茄 必须留 我试着 这个真的没有介绍错 因为我们刚刚第三间来 已经说了 我们其实都不吃得很多 你要就着我们 然后给你们觉得最棒的我们 它真的是这两个 没有失望 接着它这杯是红酒咖啡 它这杯是580日元 反而我这杯 比它更贵20日元 我是600日元 不过我真的很久没有见 一杯 Cheers 这是Italia Cheers 日本喝酒真的很贵 现在有人请才能喝 這個就是A4黑毛和牛的牛扒 它的價錢是1980元 即是140元港幣 哇 顏色超漂亮 乾杯 這個也不錯 剛剛是第二間的店 一版牛16000日圓 如果我一個人來兩個人你怎麼吃 但是這裡不是 這裡2000日圓就可以吃 你一個人來兩個人也可以吃 如果預算所限 你又不是想吃壽司 又想吃肉 或者想吃特別一點的餐廳 這一間真是好選擇 這個就是每日甜品 因為它每日都不同 它的菜單的名字就是每日甜品 店家就邀請我們喝鮮榨果汁 這個喝鮮榨果汁就是 所以我說這間店 不只是可以吃東西 你走過喜歡買一杯果汁 都是OK的 全部鮮榨 新鮮榨 新鮮油 走了 回家了 飲不吃醉 吃醉 哇 好吃 新鮮果汁真的不同 那我們回家了 去到家樓下再和大家做見面 吃完了 今天我們吃了三間店 我喝了四杯酒 超棒 好飽 真的很飽 真的很飽 很飽 我覺得這三間店都有不同的特色 首先第一間 吃海鮮的那間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班兄弟來喝酒 吃酒 吃酒 是很棒的 它二樓還有位置 還有一些大一點的位置 第二間 吃燒的那間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 或者跟你老婆 你們去的話 一定會覺得漂亮 因為那間的環境裝修是很好的 而且感覺上是高級很多 可以叫做 裝傢伙 第三間 意大利餐廳 我覺得如果你是兩個女生來大阪旅行 想找一些比較斯文的餐廳 或者不想吃日本的 想嘗嘗其他東西 那間 而且那間的價錢 真的經濟實惠又好吃 真的 真正 真正 這個片頭就是講的Coupon Coupon就是 你現在Scream Cap 現在Now 這個位置 然後你去到這三間餐廳 每一間 只要你給你剛剛Cap了圖國福的位置 給他們看 有他們公司排頭 就可以每人換到一杯飲料 這個Coupon是去到 下年2020年的5月30日 那就是這樣了 那今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個Like 和Share 和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 訂閱我們的Channel 那就 嗨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